我们常把沉默是金,挂在嘴边,可是这句宁言,的处处却嫌有人知,紫月的,言挂由,行刮毁,录在其中意。 不错,沉默是金,正是出自圣人孔子之口。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,我们有太多发生的渠道,却忘记了沉默的力量。 当你滔滔不绝的时候,你的思想意被你的绕手谋杀了一半,保持坚默,往往是为人处事的最聪明的策略。 智慧的人,是最懂沉默的人,说话出自天性,沉默出自智慧,人一口,作为何? 也许当年造资的老街宗早就暗示我们,人生一世,烧开村口方式合理,沉默是一种巨大的力量,一如聚集所有光线的黑色。 未见有人,因沉默而后悔者,因为未出口的言辞绝不会致害,沉默永远不会出卖你。 所以保持沉默,便是保护自己的安全,并不是说应该完全尽语,而是应该只说有用和必要的话。 说没有内容的话,等于发出没有思想的生意。 当人家不发一眼而只是点头时,就是你该停止说话的时候了。 真诚者挂言,深谋者挂言,明应挂言被人谴责,无音多言被人责怪,师族有可追,师爷满满回,念而无当,不如见墨位上。 小人画杂而去,君子画剑而食,荒武帝刘秀有一次吃了败帐,夜里寻去营房。 想看看这些士兵们斩后的状态,一个帐篷内,几个人哭哭啼啼,泪目惨颜。 下一个帐篷内,几人更是喝得烂醉如泥,嚎嚎大哭,这一路愁云惨悟。 刘秀看在眼底,急在心里,最后走到一个帐篷前。 定睛一看,里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将军,用一块破布一直擦着自己的武器和盔甲。 在看其脸上表情,既不忧伤,亦不沮丧,既不愤怒,也不看愤,只是沉默不语,不停擦拭手中逼气,像是马上就要开始下一次的战斗。 刘秀心里已经,暗言此人日后必能成大事,他就是东汉打将军无汉。 他的沉默不语,只是为了下一次的爆发,智者先思后言,愚者先言后思。 对一件事知道得最多的,往往是那个不露声色的人,智者往往深藏不漏,寡言少语,智者,思而后言,愚者先言而后思。 说话出自天性,沉默出自智慧,沉默是谈话的最高艺术。 深度不足的演说家,会以长度来表示,一般人总是自己忙着讲,智慧的人却是忙着听别人讲。 最有智慧的人,也是最懂得聆听的人,多言不如多知,类似不多言语,灵是不动胜色,即是不乏功能夸有才能。 保持坚默,通常是最聪明的错误。 对,我们可能被多言伤害,但不会被沉默伤害,固执着表言,寡言,就是指出必要的。 智慧有听耳的,悔恨有说而生。 我们因说话所树立的敌人,人比因做事所结交的朋友要来得多。 所以说,真人不露像,露像非真人,真正有智慧的人以手为功,以莫发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